明仁站的Youtube Channel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明仁站的Youtube Channel 又到了Maggie為大家推介手袋的時候 大家看到我面前這兩個款 其實都是屬於Kucci今年最新推出的兩個迷你袋款 它也是用了Supreme的繁布所製造 它的系列也是叫做Ovidia Ovidia這個系列最特色之處 你會看到它用了我們簡稱PVC的物料 加紅綠織帶 其實它全部設計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這個款式它當初推出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大和小的尺寸 因為Kucci也是追上潮流的品牌 也是因應現在時下輕迷你袋款 它也將這個比較流行的款式 推出這個小尺寸的 它同樣的設計和之前的大和小的都是一樣的 設計做了一個三角形的設計 中間一個簡單的雙G logo 用它的繁布加紅綠織帶 全國整體 都是大致上一樣的 因為它修飾了這個深啡色的邊 所以整體你看到它是很硬身和挺身的感覺 它最簡單的開合就是用了這裡 用了一個雙磁石的扣位 所以它經常是很實正的 不用怕它很容易開或是被人偷東西 其實一點都不會的 它這兩個磁石樓 其實整體就會很硬正很實正 其實黏了它之後 而且也很貼的 這個位置 它裡面呢 你都會看到它同樣分了兩個隔層 但是雖然看上去好像很小 其實呢 就算放一部大電話 其實它也是可以剛剛好勉強放得到的 那你的日常所需 譬如這個小手袋 可能用一個卡包 還有用一個散枝包 這樣就可以了 放得上去之後呢 其實它都可以刪得到的 所以是非常方便的用起來 它這個呢 比較特色之處 它會配上一條紐紋式的金屬鏈 所以看起來就會比較高貴 還有有點復古的感覺 那一會兒我會試相片給大家看 在這個長度呢 其實你可以當手包 或者是當手袋都可以的 那去到旁邊這個腰果形的逆下包呢 其實現在逆下包都是相對比較流行的款式 有很多牌子裡面都出了 但是它這個設計 它的Local就會在旁邊這個位置 而且它的紅綠織帶會圍了一個底邊 是一個比較粗的底邊來的 那它裡面呢 除此之外呢 它都會有一個放卡位置給你 那方便你呢 其實可以連銀包都不需要 但是就把那些卡放在裡面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而且它都會有一個鎖匙扣子 那這個鎖匙扣子 你除了可以勾鎖匙之外 或者勾著銀包都可以的 那其實它這麼小 這個腰果形的尺寸 它究竟放到什麼呢 那其實呢 都可以看一樣 它其實戴電話呢 它也是剛剛好放得下的 那好像你說 剛才我放的卡包或者散枝包 放進去 那其實它都還有空間剩的 那你旁邊可能放女士一支唇膏 或者現在的搓手液 其實都可以 放下去之後都不會很腫脹的 那感覺 條帶這裡還可以調校長短 那有時候你想只是手拿的 不做液下包 教短去做一個手包都可以的 手拿包 那以下就試上身圖給大家看看 那這個小小的袋子 其實拿起來 你搶一下裙子 其實就很懷疑 好像六七十年代那些的感覺 那你其實揹上去 那你揹上去就是剛剛說的 這個位置 而另外這個款 剛才跟大家說過 它除了可以 針揹 斜揹 斜揹可能就會比較短 一點的感覺 那它還有沒有其他用途呢 其實有時候客人不喜歡 用那條帶的 其實就把那條帶 放在裡面 放一個手包 其實都可以 那大家今天看完我介紹 這兩個迷你袋 不知道對它們有沒有興趣呢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來到我們尖沙咀梅市看看 或者下載我們名人站的APP市 就可以筆稿更多的資訊 最後記得 你們包含我們的Youtube頻道 拜拜